慧原大使 东晋时代的 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 绝不骗人哪 他在往生前告诉大众 说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我见到了 佛来借引我 我要往生了 又告诉大家 这个境界 过去曾经三次见过 他没有跟任何人讲 这是今天第四次 而且看过 连世有不少同学 已经往生的 都在阿弥陀佛的后面 一起来接引他 佛法要你轻振才算数吧 你没有轻振的 那不算了 那你是道听图书 你自己得不到受用 你亲自见到 亲正到 你得到受用 你那个信心 绝对不会动摇 所以我说佛法是科学 我学佛的时候 老师给我介绍 佛法是哲学 我现在明白了 从理上讲是哲学 从四上讲是科学 而且都是达到敦风造极 达到究竟圆满 这是一门真正的大学问 我们这一生遇到的是无比的幸运 真正明白人 要把这一桩事情 当作我这一生 唯一的一桩大死 其他的 那叫鸡毛蒜皮 天上人间的富贵 不可以贪念 有丝毫贪念 这个机缘就失掉了 你出不了就当 那我们想想 我们过去深重 有没有遇到这个境界 我们相信肯定有 为什么还堕落在今天这个样子 没有真正把握到 也就是说 对天上人间的富贵有贪心 由于丝毫的贪心 就被他拉回来了 所以佛在经上讲 财色明实税 地狱有五条根 只要有一条 你就走不了了 那五条通通举足 还得了吗 绑住了 阿弥陀佛再次被拉也拉不动 他只好放弃了 等你哪一天自己放手 他再来建议 所以我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 这一生不干杀死了 决定杀手 要放手 这个世界 什么都不要叹 什么都不要自主 别人赞叹我 不要喜欢喜心 别人侮辱我也不能有怨恨心 永远保持 清净平等修 那我们跟阿弥陀佛的一个心 一个愿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谢谢 看不得好 有守秀 哪有长 一带 潜巳